在上一节思维漫游 我们对我们是否生活在一个被虚拟的世界这个话题 做了一些讨论 那么这讨论基本就是说 根据我们目前对计算机技术 对人的这种人工智能和计算能力的这种发展趋势来看 在不久的将来 实际上智能虚拟的这种能力 很可能就会使我们想象的这种虚拟世界的这种 甚至虚拟出人的意识 独立意识的可能性完全有可能存在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下 如果假设我们人类没有自己把自己给灭掉 换句话说人类对自然环境的破坏 人类互相之间的这种大规模的战争 人类自己把自己给灭掉 假设这个可能性咱们先暂时把它排除之外 但是目前来看这个可能性实际上还是蛮大的 上美苏冷战的时候那就差一点 现在今天中国的那些像什么金灿荣什么的 不是建议还是胡锡进建议用一千枚核弹来跟美国干吗 所以就是有这种想法 那就说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人类彻底把地球毁掉 咱们假设这个可能性先排除在外以后 我们得出一个什么结论呢 就是按照现在的技术的这种发展趋势 你可以把时间线只要拉的足够长 那这个足够长就说可能可能就是几百年一两千年或者多少年吧 那那科学技术完全有可能进入一种足够的先进 可以把现在把人的大脑把人的智力虚拟出来 同时呢可能更远远高于人的智力 甚至可以出现整个虚拟整个宇宙世界 那么生虚拟宇宙那有可能就是我们今天就生活在那样的一个环境中 那当然这对很多人来讲好像听着这有点根本不靠谱 但是我们现在就说这种可能性从我们目前知道对技术的可能性是不能排除的 那么在整个这个过程中 实际上我们的言外词呢 话外就是话外之一言外之一 怎么说就是这种整个的底下有一个基本的一个假设 就是这个虚拟世界和虚拟的模拟的这个环境 实际上它本身是一个理散环境 OK因为所有的计算机用的都是理散化的 因为计算机最底层最底层它是一个逻辑门 OK是个logic gate 就是yes或no和是zero还是one 那么那么就等于说这个世界有没有可能是用虚拟的 用这个理散东西来虚拟出来 那么我们上一节已经看到了 在物理世界中已经发到了发展发现很多理散的这个基本现象 实际上是和这个从至少从概念上来讲是没有矛盾的 因为我们物理上的最基本东西都是理散的 OK那好那我们就回到现在我们这个讨论 就是到底自然间大自然到底是离散的还是连续的 OK大自然是离散的还是连续的 那么首先呢就是说这个问题呢我可以换一个角度 OK换一个角度 那就说大自然是数字化的还是模拟化的 这里所谓的模拟化就是连续信号或者是模拟信号 我们简单的例子我们过去用听的唱片 OK过去听的录音带 那个那个那个那都是模拟的模拟的音乐的那个模拟的声音 但是后来很快出现了CD出现了现在的MP3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这种这种数字 视频压缩MP4MP2MP2HR64这些东西这都是数字化的 那就我们就回到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现在发现的发明的或者是开发的这些数字化的技术 和自然界有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 OK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先在把这个问题呢 先暂时放到一边 放到一边我们以后下面会谈一下 那么这里我们还是回到我们在这个这个讲座一开始就提出的一个问题 就是无穷大的概念OK因为连续和离散之间有一个基本的概念 隐藏的就是无穷大无穷大无穷小OK 因为任何两个连续的实数之间OK 两个连续的实数之间都有无穷多的其他的数在其中间 所以这个你只要是连续的话 那中间就是无穷大的概念是时时刻刻 不是时时刻就是每一个最小的缝里 再小的空间里都存在的 回到我们以前讲的cantor OKcantor他实际上就指出来 那就是不同的无穷大是有是不一样的 有可数的和不不可数的 OK可数不可数 但是不管他怎么说 不管是可数的还是可数的不可数的 他的这个无穷大的概念是一个数学概念 OK是个数学概念 那么我们以前很早以前已经讲过 就是这种数学上的无穷大 还是无穷小 还是这个可数和不可数的 在现实社会中是否不现实世界中 就是实际的我们实际存在的物理事情是否存在 到目前来讲是一个谜 OK 无法验证的 OK 尽管我们在概念上有黑洞的概念 有宇宙大爆炸的概念 有宇宙的这种无穷长的延伸 有多重宇宙 这些无穷大的概念 这都是在我们现在的这数学的概念上的一些构想 数学上的一些假设 那么这个 这个当然有些数学家 尤其像像这个什么 Hilbert或者是高斯 这些人呢 他们本身的都认为 就是这个无穷大和这个无穷小 就是无穷的这个概念 实际上只是一个数学上的一个语言 就是用来在数学上做证明的一个概念 当然微积分是去 时时刻刻都要用这个无穷大 无穷小的这些概念 但是微积分实际上在当时的使用的时候 我们能看到他的可属性和不可属性 实际上在微积分上 至少在牛顿的那个微积分的那个定义里 并没有并不存在 但是同时呢 牛顿的微积分的定义 这个所有的无穷大 无穷小的概念 都是在符号上表示出来 然后通过这个呢 在在一个抽象子上推讨数学公式来用的 这里都没有隐含着真正的物理世界的任何含义 OK 那么在现实物理世界中 我们到底能不能看到无穷大 无穷小这些概念 实际上呢 我们是看不到的 OK 这到目前来讲 我们看不到 我们说任何东西是无穷小 你说是这个黑洞 显然我们现在是看不到黑洞 只能间接的看 那这个这个宇宙大爆炸 现在也只能是从这个理论上推 就是在早期 它是start with zero 但是呢 回想一下 那宇宙大爆炸 它起起点的那个点 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值 它本身是一个极点值 是只能是数学上描述 你是无法测量的 所以呢 从物理学家 从现实的这个实验物理上 是无法去confirm 无法去验证 这个无穷大和无穷小的概念 是不是在真正实际上存在 因为在物理上测量任何东西 在目前来讲 今天最高精尖的技术 据说是 我看到的就是这个测量的精确度 也就是小数点后 17位 就是再往下就没 就测不出 测不出 测不出来了 我给测不出来了 有的可能是由于这个什么 什么量子力学的这关系 有的时候就你那设备 本身就到那了 你没那么高精尖了 所以从这样 你能看出 小数点后17 那离无穷小还远着呢 无穷小 那小数点后有无穷多位 所以呢 就是现代物理呢 这某种意义上来讲呢 回到我上一节提到的 就是不管是时间还是空间 我们能看到的 基本的都是离散的 都是量化的 所以离散和量化 在这里是一个概念 就是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 不是一个连续的 OK 包括我们听的音乐 我们看的视频 那都是离散化以后得出来的 然后最后把它复现出来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是说总体上来讲呢 我们目前来讲 对无穷大是否存在 或无穷小是否存在 只是一个猜测 它是否真知能的存在 我们现在根本无法验证 OK 根本无法验证 那么好呢 既然是这样的话 那我们的数学 我们的微积分 我们的这个数学里的 很多很多概念 它的基本假设都是有连续函数 OK 有连续的这种感觉 就连续性 就数学的 Continuous Function 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 什么是连续函数 就是高中数学里都有 那么这些连续函数的概念 那就是连续数的概念 就是任何再小的数之间 只要有差别 它只要他们俩的区别 不是绝对的零 他们的区别 他们之间就有无穷多的 其他的数在其中间 它的值就落在这两个值之间 那么这样的数学上的这种连续性 实际上是用来开发 或者是发现 或者是这个 怎么说呢 就是去研究这个物理定律的一个很有效的工具 而这个工具非常非常的成功 OK 从这个从牛顿的万有引率 到这个爱因斯坦的相对论 到什么中间 有无穷多的物理学家 对这个什么这个量子力学 什么各种各样其他的研究 尤其是就是经典物理里面的 这是非常非常的successful OK 就是微积分和这个连续性的数学的使用 这个我们都是想当然的 大家都没有想到 这里还有一个什么离散性的问题 也恰恰由于这个数学的这种连续性的 这种连续性的数学的这些概念 在开发物理定律中如此成功 OK 使我们的商失去了这种对离散数学 或对离散性 宇宙的离散性 或者是量化性的 这种感觉的重要性 OK 这种感觉的重要性 因此呢 我们大家的一个初遍 任何一个人 今天大家就问 这宇宙到底是连续的还是离散的 那大家第一反应就是 当然连续的了 那个什么 那个那个万有引力 是和距离的平方成反比 和质量成积成正比 那显然这里没有什么离散的概念 那距离平方呢 就是那个那平方 你距离多少数 你乘一平方 但是实际上我们仔细想想 这后面都是一个连续的运算 可实际上世界是不是这样 我们并没有一个真正的验证 我们无法去confirm 回到这个勾股定律也是一样 OK 那中国的勾股定律商 就是一个离散的概念了 当然某种意义 就是勾三股四全五 而这个 这个比达格拉斯 那个那个那个 古典的那个 勾股定律 那是A方成比 加比方等于C方 OK 这个实际上 本身隐含着连续的概念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 一个前提下呢 实际上呢 就是大家就有一个问题了 就是我们现在处在的这个宇宙 这个现实 我们生活在中间的这个宇宙 到底是连续的 还不是连续的 它如果是像我们的数学公式 所表达的那种连续的存在 就包括安森相对论 包括牛顿的什么 这种各种各样的物理定律 那这样的一个世界呢 它的物理定律的规划出来的这个物理现实 是一个连续的一个世界 就是一个连续的一个现实 所以连续现实 就是你的距离 那都是就等于是说 你在你在任何再靠的 再近的两个物理空间 它只要这两个数不是在重叠在一起 它中间就无穷多个点 空间里无穷多个点 可能有其他的存在 那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这个世界是不能去计算的 不能去运算的 OK 因为它只要是连续的话 这就无穷多的点 那你就无法去 把这个世界精准的把它计算出来 因为我们前面就讲了 所有的计算机的基本模型 就是一个离散的量化的模型 计算机里没有连续计算 都是量化的计算 它用算法用什么都是什么 所以就说你只要假设世界上 世界的存在 是一个以数学模型 数学化的模型的存在 那这样的一个世界是不能计算出来的 反过来讲 你如果认为这个世界是离散化的存在 或是量化的存在 那么这个世界就可以计算出来 那从我们上一节我们能看到了 我们目前可以观察到的世界 从理论物理从什么 那是这个世界是离散化的 这个世界是离散化 并不是连续化的 所以某种意义上 这就已经是间接的回答了 前面刚才我说的一个问题 这个世界到底是连续的 还是离散的 那如果这世界是离散的话 那我们再回到爱因散相对论 OK 爱因散相对论 尤其它的广义相对论 是一个连续的数学的一个公式 这个公式实际上是一个数学公式 那因此它是连续的 不是离散的 爱因散相对论不是离散的 那么这样的一个数学公式 显然当这个数值足够足够小的时候 这个数数学公式就脱离了物理现实 因为我们知道物理现实在最底层不是连续的 在对几层是量化的 OK 在量子力学层次是量化的 这也是为什么爱因散的相对论 在量子力学那一层会break down 因为它的模型是连续模型 而连续模型在微观的量子世界的那个数量级上 它不是连续的 而恰好就像普朗克常数这个level 恰好在这样的一个层次 爱因散相对论是break down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知道 目前为止爱因散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之间 还仍然存在着一个无法 不能完完全全体调和的这么一个鸿沟 或者是这么一个断层 这个断层就是你没有一个统一的这么一个理论 把这个相对论和这个叫什么量子力学 完完全全体用一个公式来表达 你足够小了 那就到了离散那层 然后你用量子力学去描述 你超过量子力学的那个层次 你到宏观了 那你就用爱因散来描述 但中间这个是一个断层 这也是某种意义 这就是数学和计算机模型之间的一个区别 一个鸿沟 某种意义是一个道理 好 那么我们上一节我们讲了 就是整个模拟世界 实际上essentially underneath there is a concept of information 就是说这个信息的概念 实际上是在隐含在我们对世界的模拟的这个模型 OK 什么意思呢 就是信息 实际上有可能不是一个人工的定义 而有可能是一个现实 就是说信息这个概念 有可能是在现实中就已经存在的 我这个话听着好像有点空虚 或者有点抽象 我们这里面稍微解释一下 首先呢 这个信息的概念 information the concept or definition of information came out of computer science 就是从计算机科学里面引出来的 这是在四几年计算机 真正的数字计算机 当然计算机上早以前就有Charles Barbic 好像叫Charles Barbic 就是在18几几年 英国有一个用机械做的计算机 那个先不算 那个概念上有一些现代计算机的概念 但真正的数字计算机是1940几年 那么数字计算机发明出来以后的 真正的以其同一个时代 那就是相农的这个信息论 那不管是相农信息论 和以其相孪生出来的computer science computer engineering computer design technology 这后边呢 都隐含着一个共同的一个概念 那就是离散化的信息 所以相农的这个信息论的 一个最基本的概念 就是信息可以用离散的符号 来代替同时呢 在这个符号上加一个概率 然后然后做一个这个entropy 做一个这个信息的信息量的 这么一个概率公式 这个我们这里就不多讲啊 那么这个呢 上次在这是基本现代communication engineering communication science 就是现代数字通讯的 就是有点像微积分一样 有点像牛顿 你要想你要想做这个任何的这个什么 这个这个现代物理的这些基本的公式推导 麦克斯维方程 还是爱因散相同论 你必须要用微积分 那实际上呢 你在这个数字化的信息的这种研究上 你必须要用相同的信息论 你只有这个 你才能真正理解信息是怎么传输的 这是我们今天的所有的移动通信 所有的视频压缩 音频压缩 移动通讯 这种噪音环境中的这种可靠传输 全是靠信息论的基本的概念 好 但是信息论呢 和这个计算机运算 它有一个一个共同特点 那都是离散的信息论本身信息量上本身是一个离散化的这么一个定义 OK 就是很多符号 很多这个代码 然后这代码之间你怎么样去计算它的entropy 怎么样计算它的information content 然后怎么样在这个channel coding 什么什么source coding 这些东西都是离散化的 那好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我们就回到这个我们刚才提出的问题 OK 像这个计算机科学和这个信息论数字化的这种通讯的这些概念 和我们现在的物理世界有没有什么联系 到底有什么联系 因为我们刚才讲了 如果物理世界是完全可以用数学公式来表示 那这物理世界是连续的 而计算机呢 是离散的 而实际上的turns out 这两个之间有很紧密的联系 不能说是完全是 就是就有很多很多的联系之处 OK 那么这个联系就从多方面来看了 我们首先先看一看这个信息的概念 就是信息概念和物理世界有哪些基本的联系 首先我们看到所谓的信息 那时候即使我们把这个把这个时间轴再往前推 从1940年二战期间再往前推几千年 推到远古 不能说远古 推到这个人类文明的早期初期几千年以前 那我们看到的呢 就信息实际上就已经存在了 以什么形式呢 以文字 以图画 以这个字母 OK 那么在那个时候的信息 实际上就是以各种各样的 就是人的文字 就刚才讲了 就是那种 不管是语言还是字母 还是文字 像中国是这个象形字 在这个西方呢 是用这个字母 这个什么 这个alphabet OK 用字母 各种各样的字母 然后甚至包括各种各样的音乐 OK 音乐的音乐符 那这都是什么 都是理散化的 所有这些信息都是理散化的 OK 包括最简单的 你就算中国的象形字 跟那个西方的那个英语26个字母不一样 那你批性中国的字母 中国的这个字 汉字是有限的 它不是无穷多个汉字 它是有几千个汉字 或者几万个汉字 我不知道到底有多少 也就不过而已 只不过它这个等于它这个alphabet 它这个字 这个这个这个字母表非常非常大而已 你然后最后这些language 这些不管是字母 还是文字 还是句子 还是音乐 它最后或者是写在石板上 或者写在纸上 或者把它数字化以后 打在这个这个punched card 就是过去早期八几年 早期还没有那个磁带磁盘 那时候在计算机上不都是用那种打孔的那种卡片吗 用那去读这个计算机靠它去输入输出 或者你把它写在纸上 OK 或者是把它这个也打印印刷出来 不管你是怎么样做出来 实际上你的信息 一个最基本的概念 就是你和物理的媒体 媒介 是有一个固定的关系的 就是你只有通过物理媒介 你能显示出来 你即使到现在 你我们所有的信息在磁盘上 还是在这个SSD上 在这个固态硬盘上 那它都实际上你仔细想一想 仔细跟踪一下 它底下都有一个物理状态 以及相对应 就是零和一还是什么字母 都有一个物理状态 包括我们所有的过去的 所有的象形文字 那本身上都是理想化的 OK 都是最后你把它都可以数字化成零和一 或怎么样 它都有一个物理的一个东西 跟它相对应 在过去可能是写在纸板上 写在石板上 写在纸上的一些文字 那在现在呢 就是在你的半导体的内存里面 就是那个 那个零和一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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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Charge 就是Electric Charge 本身或者是磁的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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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状态 有一个变化 那就像是象形零和一 不管怎么样 这些物理世界上的状态 实际上和信息是一一对应的 或者是以其紧密相拴在一起的 而这种对应关系 和以其后面代表的信息 都是理散化的 都是理散化的 这是第一 OK 第二呢 我们再掉头来看 我们对物理世界的理解 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物理世界里面 物理世界基本就说不是质量 就是能量 就是力量 就是场 就是时间空间 甚至到现在的 现在的Stream Theory 你不管这些 以哪一个概念来研究物理现象 你真把它往下去仔细看一看 OK 它都是理散化的 都是理散化的描述 甚至到我们知道的这个什么 Thermal Dynamics 就是热动力学 OK 包括对液体 对气体在不同温度下的研究 而这种研究 早期呢 实际上只是看它的温度 只是看它的什么 到后来到了波尔兹曼 到了迈克思维 他就realize 这些所谓的这些 这些宏观的这些连续性的描述 实际上都是由微观的颗粒来驱动的 OK 微观的这种分子 它的这个不同的震荡震动的这种模式来决定的 所以呢 就是热动力 就不管是雪 水还是还是空气 OK 我们看水从那河里面流的水 那完全是连续的 但是实际上 我们任何学过一些物理都知道 那所谓的连续 实际上你把它放大 很多很多倍以后 你看实际上就是水分子 在互相在在不同的在interact OK 在重力场中在不同的这种 这种这种位置 这种动量 这种互相的这种 这种mechanical 完全是一个机械性的 或者是这种互相的排 就很多想象上无穷多的很小的球 在一个河流里面 只不过放大足够大的倍 你看都是小的颗粒在里面跑 所以呢 就是在这个前提下 我们能看到是物理现象 实际上在很多情况 不是很多 基本是所有的物理现象 你把它最后往下去看看 看到最下面 到了基本物理 到了分子 到了原子 到了基本物理的 基本粒子的这个层次 它都是离散的 没有连续的 OK 你到了这个 比如说咱们说电子 这是一个基本粒子 电子 它就是电子量 OK 每一个电子有一个电子量 然后呢 你甚至呢 就是说电子呢 还有不同的 还有自己的旋转方向 旋转上 上旋 还是下旋 还有以其相对应的 这个磁场的 那个磁极的上下 包括它的位置 包括它的运动方向 包括它的旋转方向 甚至再往下的 基本粒子 其他基本的 还有所谓的color 就是不同的颜色 这个颜色和我们今天的眼 我们眼睛看的颜色 不是一个概念 它只是一个 像形象的 那么一个定义 不管怎么样 这些物理的基本描述 还有这个光子 光子本身也是有这个什么 有这种polarization 就是即兴化 就像那个磁极一样 是冲上还是冲下 是水平的 还是垂直的 那么这些概念 实际上是eventually 这都是已经基本粒子了 光子 还是什么电子 还是什么那个 什么quark 什么什么 这些各种各样的 那个什么这个 boson 什么什么nuance 就是那些各种基本粒子 每一个基本粒子 你最后你去研究 它像都是有一些 基本的量化的参数来描述 就这些基本粒子 像我们说的电子 有spin up和spin down ok 就是向上弦 向下弦 当然这个上下 并不是我们现在看的 这个简单上 它只是用来标述 两个不同的方向 但是它没有什么呢 没有是说是 说是像 也不是向上 也不是向下 而是在这中间的 另外一个随意的值 这个值有可能是一个 什么无理数 ok 那这就乱了套了 ok 那量子力学就别玩了 那量子力学 实际上基本就是靠一些 非常简单的这些参数来描述的 而恰好 这个就是反映了现实的物理世界的现实 而不是一个这个这个一个近似 它不是一个近似的问题 所以呢 所有这些基本粒子的这些特定 都用一些简单的binary 或者是就最多也就是两三个值来描述 三四个值来描述 那这样的话 实际上它本身都可以用二进制 用二进制来描述 那这个和计算机里面的东西上有什么区别 我们看听到的音乐 我们看到的视频 我们读的文字 实际上你真到计算机内存里面 你去把它最后跟到最底下一层 实际上都是一个逻辑门开还是关的问题 ok 都是零和一的问题 没有什么其他的 所有的东西最后量化到最后都是零和一 那所有的基本粒子 你把它最后跟到最下面 也都是一些简单的零和一 几乎就是一个零和一的代表 或者是0011011011 这种简单的这个是二进制代表 所以就是从这简单来讲 物理世界的基本参数 和计算机世界的这种基本的这个参数 实际上都是理散化的 简单的理散化 所以呢 就是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 从这个物理世界的这种有限性 就是有限性或理散性或量化性 和这个这个就是物理现实的这种限量化性 和数字化 本身呢 实际上呢 是有一个几乎是有一个 不能说几乎 基本就是一个相对应的关系 相对应的关系 那在这样的一个理解下 我说的这都不是猜测 这都是现实 都是我们现在对物理的理解 对物理的观察 当然计算机 这是显然大家都很明白 只不过是物理世界的这种量化性 这种理散性 实际上很多在这个很多的这种 就是对量子物理没有接触过的 好像都不太清楚 但实际上呢 这个就是现代物理的最底层的理解 我们的knowledge 我们的知识 就是知道我们的物理世界 我们知道的一切一切 在最底层都是量化的 都是理散的 所以这样的话呢 就是说我们可以得出这么一个结论 就是整个的宇宙 我们整个的宇宙 实际上就是一个巨大的离散的计算 引擎 computational engine at a universal or cosmic level OK 一个巨大的一个计算机 这个计算机呢 所谓这个计算机呢 就是它 它里面的一切都是量化的 OK 那如果是这样的一个巨大计算 它可以是量化了以后 它之间的关系 实际上都是有一些准则 就是这个每一个状态 一个离散状态 和另一个离散状态的关系 实际上都是可以通过 我们现在已知的物理定律来描述的 那这样的一个运算 不管它有多少个状态 当然宇宙是 我们知道是非常非常大的 里面有这么多的这个 这个基本粒子 这么大的一个规模 但是它僻静呢 它是离散的 如果啥是离散的 如果我们这个observable universe 就是我们能看到universe 我们可以用什么呢 就是离散的是量化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用一个图灵计算机来模拟 OK 这个图灵机 我们在这个前面已经讲过 它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逻辑的 这么一个逻辑模型 当然这个逻辑模型 尽管它非常简单 但是 但是你可以去证明 这个可以去做任何的运算 那么这样做任何运算 我们就可以设想整个宇宙 在这样一个理散状态的这么一个配置下 这个宇宙做一个计算机 它就可以以其 我们就可以设想 有一个以其相对应的图灵机 对其进行模拟 OK 对行进行模拟 尽管这个图灵机很可能 上面那个磁带 穿孔的磁带可以是非常非常长 但是从理论上来讲 你是可以用它来做的 然后像这样一个概念 后来又被推广了一下 推广了一下 就变成叫Church-Turing-Deutsch Principle 这个我们就不脱戏讲了 它把它推广了一下 是什么呢 就是像这样的一个图灵机 可以用来去模拟宇宙中所有的物理现象 模拟宇宙中所有的物理现象 OK 这个实际上就是说 我们总结一下 我们想说的是什么呢 就是既然这个世界 OK 一切的一切 最后都是在底层 都是理散化的 那么这样的一个世界 在一个完全理散化的 而且在理散的粒子之间的 在互相的这种 这种交互做 交互 这互相的这种 interaction OK 是完全可以用物理定律来描述的 那么这样一个 一个理散化的状态 实际上和一个计算机 甚至再简单一点 和一个图灵计算机 图灵机 实际上是可以等效的 或者是可以去equivalent 可以说可以是去模拟的 或者或者用它去 就是给去去描述的 OK 在这样的描述 所以呢 就是等于是说呢 这个宇宙和信息 OK 宇宙的物理现实 和以其相对应的信息 有一个可描述的关系 有一个可描述的关系 OK 那么这一节呢 这个概念呢 因为比较比较复杂 我这一节呢 把它讲的稍微短一点 然后下一节呢 我们继续沿着这个概念 往下看 那么就是看看这个信息和物理上的基本定律 有哪些相对应的联系 OK 信息和物理上的基本定律 有哪些相对应的联系 这个我们下一节就讲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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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